清明假期的一大早 台南国华街涌现排队人潮 他们的目标是春卷 放料 撒花生糖 卷春卷 店员一刻不停歇 排队人群却未见减少 那都是正常田 然后正常料吗 这条哪白啊 我六点半 今天六点半 对 超早有没有 这间每一年都这么多了 买了二十卷 全部都是春卷 对啊 全部都是春卷 那一个人家买二十个 你们会觉得不方便啊 看这么多人买 也不要买太多 怕不好意思啊 为了让皮更加酥脆 业者会在春卷包好后 到热锅上烫一圈 顺便让里面的高丽菜熟知 香嫩的味道 让韬客欲罢不能 台北的春卷 又是另一番模样 在台北民众印象中 炸是区分春卷和润饼的分界线 包裹的馅料也有不同 有的放入香肠 有的放入烧肉 有的则裹入油面 口感更特别 但不管是春卷还是润饼 唯一确定的是 他们都是清明祭祖 餐桌上的主角 在台湾 昂谷桂也是扫墓祭拜的必备品 现在有一种迷你版的昂谷桂 大胆创新了布朗尼等口味 连皮都只用南瓜等天然食材 冷冻后再蒸 也不怕变形 反而更Q弹 你在压的时候会有水 有没有 有些水深 这就是它的汤汁 汤汁跟果皮如果结合得越久 你看它就逃出来 其实我每次做出来 我大概丢了两三千颗 但虽然会很舍不得 但是还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杨玉宏执着于古早味 要把有温度的昂谷桂传承下去 小只的昂谷桂成功打进各大超市 创下一小时卖千颗的成绩 清明时春意已浓 阳光明媚 绿草如荫 生机勃勃 正是赏花踏青的好时节 在台湾彰化 四月限定粉红花海 吸引满满人潮 春暖花开之时 人们踏青赏花 领略春日景象 火焦外远足 在乡野间游乐一番 感受舒展身心的愉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